北京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到目前本轮疫情 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病例31例 中国再度爆发疫情 目前已经扩散到16个省区市 即将举办冬季奥运的北京如临大敌 如您与目前国内已报告病例的公布行程 有时空重合 请立即向社区村单位 北京官方呼吁市民非必要不出京 仍在外地的北京民众暂缓回京 严防死守的防疫规格 让打算返京的民众措手不及 目前也以行政拘留至少9人 包括违规进京 试图逃避检查等 累计3万多人完成筛查 核酸检测结果均被阴性 而上海迪士尼因为出现确诊者足迹 当局草木皆兵 强制3万多人所在原地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但尽管中国防疫措施强硬 却有财经外媒解读 是不是中国疫苗采传统灭活疫苗技术 保护力及防止病毒扩散效果 比欧美的mRNA疫苗效果还差 中国当局才需要采取清零的防疫手段